三国的故事一直让人津津乐道 而大家讲到诸葛亮 就会提到他的名号卧龙 而另一个数一数二的大谋士 就是庞统凤楚 二者得其一便可安天下 但是刘备一人独得其二 为何却未能统一天下 最后还是输给司马懿呢 司马懿自有聪明好学 足指夺谋 在曹操邪天字以令诸侯时期 曾一度拒绝曹操 最后曹操任成相后 才强行将司马懿按了官职 防止司马懿头向巫蜀两国 而司马懿有一绰号叫种虎 这也暗示了他的真实性格 种自以为坟墓 种虎就是浮于坟墓中的虎 所以代表非常阴险凶狠 而且不道不得已 绝对不会轻易出手 而到出手时 对手则无路可逃 只有意思 种虎这一绰号 离不开司马懿引人持重 令人可敬又觉恐怖的形象 这位伟大的政治家 维护了三代魏国的帝王 是一个极具雄心的人 也是在对抗诸葛亮时 不慌不忙的一个英雄 在三国演义中 司马懿出场的时间很晚 一直到诸葛亮北伐时 他的身影才频频出现 其实他的年龄可不小 比诸葛亮还要大两岁 诸葛亮出生于公元一百八十一年 司马懿则出生于公元一百七十九年 历经曹操 曹丕 曹瑞 曹芳四代君主 晚年发动高平临之变 夺取曹魏的政权 史书记载 司马懿少有其姐 聪明多大略 其高祖父为征锡将军 祖父为颖川太守 父亲为金兆尹 是正派的使家 曹操听闻司马懿的才能 曾屡次征兆 他进京为官 但是 司马懿见汉朝国语以威 不想在曹操手下 便借口自己有关截严 身体不能起居 曹操不信 派人夜间去刺探消息 司马懿躺在那里 一动不动 想针有关截严 建案十三年 二百零八年 曹操为丞相以后 使用强制手段 替司马懿为文学院 曹操对使者说 司马懿如果再有语 就受压 司马懿畏惧 值得就知 金书记载 曹操逐渐察觉 司马懿有雄好志 又发现他有狼骨之下 心里很忌讳 因此对曹丕说 司马懿不是甘为臣下的人 必会干预我们的家族之事 但因曹丕和司马懿关系很好 而得以无事 司马懿先后担任皇门使郎 乙郎 丞相东曹蜀和丞相主部 并跟随曹操征讨章目 司马懿见刘备刚刚夺取一周 脚跟未闻 劝曹操接着攻打刘备 曹操不听 曹操班师后 司马懿跟随曹操参加第三次如虚口之战 简安二十年 二百一十五年 曹操平定张鲁势力后 司马懿建议趁刘备刚入蜀 军心不稳 应该尽快攻打汉中 曹操反驳 刚平定龙鹿 便指望马上伐蜀 是过于禁虚也 于是便选择了撤军 后来 有蜀投降者透露 禁军汉中消息已出 刘备军中便人心惶惶 虽展之也无法安定 此次措施 曹操要在两年后 才能发动汉中之战 然而 此时 刘备军心已得出地 最终被刘备夺去汉中 曹操去世后 司马懿得到重用 在大战中擒火梦达 抗击诸葛亮平顶辽东 立有大功 历史四弟 逐渐掌握曹操大权 司马懿的忍耐 气度和用兵能力 得到了后人的高度评价 北宋何去非评价说 旗帜旗兵 出其应变 掩护若神 无往不舔 虽曹工有所不歹焉 他与诸葛亮作战 有时不主动出击 并非胆怯 而是高明的好敌之策 因为他知道 以蜀国的实力 诸葛亮是耗不起的 司马懿在世的时候 在魏国威望是相当高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